VR9今天宣布推出新一代超高端级别的XR4系列PCVR头线 核心仓数一如既往的拉爆了上线 单眼分辨率3830x3744 视野中心能够达到51ppd的清晰度 不过用的是迷你LED的屏幕而不是micro OLED 非球面透镜下120度x105度的视野范围 对比XR3是大幅提高了纵向视野 同时维持90Hz刷新率 且设备的亮度达到了200nit 在彩色透视方面 比起上一代的双目1200万像素 提高到了双目2000万像素的摄像头 应该是目前已知彩色透视的最高了 依然内置了高频率的眼动追踪 可实现自动IPD调整和动态的眼动追踪渲染 与XR3相比 新的环境光传感器和激光雷达传感器分辨率提高了8倍 在追踪方面也是终于摆脱了Steam BI机帐 与雷蛇和作业研发与装属的内向外追踪手柄 XR4有标准版和透视自动对焦版 自动对焦版能够对透视画面进行自动跟踪对焦 标准版的透视清洁度如果是33PPT 那自动对焦版可以达到51PPT 官方的话来说 可以达到与人眼视觉无异的程度了 XR4硬件规格拉满的同时 外观看上去依然还是比较厚重的 官网也没有标注具体的重量 而它前面的三个药网口的造型跟Quest 3如出一辙 XR4系列今天就面向企业端用户开始订购 首批发货将于12月开始 标准版的售价3990美元 非常良心的价格拉 因为比上代XR3便宜了40% 同时还不需要订阅费 但是自动对焦版本售价则提高到了9990美元 至于个人买家 官方说是未来会向消费者开放 但没有透露具体的日期 让咱们国内感兴趣的副哥们 什么时候能够入手给大家秀一波 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VR数据 我是老朋友 我宅老师 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刷到 国内转发外国硬件媒体Week of Tech报道说 华为正在研发苹果Vision Pro的竞品 这款设备预计将内置计算单元 电池外置这些带主动分上 我个人有个习惯 看新闻喜欢去看英文的原文 顺便看它信源 我反正是没有搞懂Week of Tech怎么找到这个 没有任何关注度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推特账号 并挑选它一天接近20条推特中的 其中一条当作信源来写成新闻的 而且这20条推特中 还有一半是在那里截图了 微博的数码闲聊账的内容 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琢磨 那暂且就是当我是眼琢吧 看不出这是一名隐藏的内部大佬 但我行车这爆料也没有多少实料啊 别说华为了 你现在把国内手机厂商的名字 全都爆一个遍 说他们都在内部研发Version Pro竞品 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这不是传闻是否属实的问题 而是这种程度的信息 就跟放屁一样 没有任何意义 不值一提 比如我现在直接说 华为的头件是单眼接近4K的分辨率 而且用Micro OLED的屏幕 但也能追踪处理器置言对对M2 我需要啥供应链的信源啊 这种程度的仓数 不就是稍微了解一点的人都能说得出来吗 既然你都说的是做竞品 那不就是把Version Pro的东西 复述一遍就完了吗 最后能戳到哪里去 因为供应链上可选的东西就那几家 放放市场还能拿出来写成新闻 如果我们说回华为对XR的布局的话 我印象中是在2016年 华为对外表示要做VR的时候 自称VR研发团队已经有500人的规模 而且还挖了当时Oculus的一名核心主任研究员当团队领导 然后最近几年 华为相关的XR产品真正面世的 也就是三豆腐的华为VR眼镜 在2019年发布 过了两年才发布了六豆腐游戏套装版本 基本上没有踏入主流VR市场的门槛 然后就是还有一台名为Vision Glass的智能观影眼镜 当初新闻说苹果Vision Pro的商标 在国内被华为注册了 指的就是这个 我个人呢 当然是希望华为真正能够发力去研发这样的产品 只有大厂物举的越多 各种理属间的成本才要希望快速的降下来 而且也只有厂家互相竞争卷起来 最后受益的终究还是咱们的消费者 那除了华为之前吧 也有个说要做Vision Pro竞品的 那就是三星 当时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于 三星的头颈会搭载一个高通将在24年第一季度 发布的全新第三代SR处理器 会在图像处理和人工智能的性能 以及透视效果方面进行加强 最后很多人就说 第三代不会是XR2 Gen3处理器吧 那妥妥不就是被吃亏的3吗 让大家自个儿动脑想一想就行了 这能符合一个正常公司的产品周期吗 半年内同级别同定位同系列的处理器迭代两款 生意还要不要做了 别人隔年初都要挤一下牙膏 高通是什么大时尚家吗 自己打自己 这边给客户上独占期都还没有过呢 甚至还有人开始想 Pico 5明年4月份能不能用上这个所谓的第三代处理器 尤其是配上那张仓数表一起发梦 对啊 就是那张什么 还有Pico 5 Pro Max的图 说了几百遍 那是VR玩家群里猜着玩的 还有人拿着船来船去硬生生的在那里赌奶Pico 还没有奶多久 啪的一声 Pico大财源了 有没有种可能这个所谓的第三代处理器 其实是XR3 Gen1而不是XR2 Gen3呢 高通有XR1、XR2 现在专门为高端价位的头显 出一个相当于桌面级的产品线叫XR3 这样会不会更合理呢 或者CPU、GPU性能保持跟XR2 Gen2一致 再额外处理透视效果方面 做一个鞋处理器组成芯片组 那顶多就是一个XR2 Gen2的加强版 跟这样的话 离什么Version Pro的竞品远远不够格 具体是螺丝码 咱们就得明年好好看一看 不过不是明年一季度 而是年底 因为关于这款产品的后续新闻是 三星计划在2020年的下半年 发布自己的全新头显 且预计在12月开始生产 首批产量只有3万台 嗯 你没有听错 就3万台 这意思我看就是3万台拿出来先试试水 反想不如预期的话就搁置的意思哦 相比之下还是咱们苹果Version Pro实际一点 今天同样在供应链上传出的新闻说是 苹果将在今年12月正式量产第一代的Version Pro 怎么都是12月啊 首批备货40万台左右 2024年的销量目标是100万台 第三年达到1000万台 第一年40到100万这个预测的区间 考虑到量场难度和市场前景的位置倒也蛮合理的 但是你这个第三年达到1000万台算个什么事啊 不是我对产品没有信心啊 而是行业真的脆弱的经不起你这样瞎台轿着 没有预期就没有失望 脚踏实地一点不好吗 包括我们自己消费者也是啊 上班划水在群里聊起硬件的时候啊 要这配置那个配置啊 这场数不够看还要继续加码 完了说这些的时候 却绝口不提成本和售价 对于一个没有干需功能打底的新产品类型 只有绝大部分受众消费者 都能接受价位的那个下限产品 才能代表这个行业的成熟度 无论是物理硬件突破 科技研发带来的提升 后面都是要明码标价的 所以如何说服大众接受 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放低预期 接受低谷和退潮是仿佛的常态 才是最健康的认知 OK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维亚承受 是要陪着维亚承受 RodinVR小律圈 LuniaT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的王家交流社群 具体入行方式我会写在评论区 别忘了给我点赞 投币 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